正所周知,任佳伦和任国超是两个人 在片场就没有任佳伦搞不起来的气氛 李兰迪每天都被她逗得哈哈大笑 两人之间的互动就跟哥哥逗妹妹一样 尤其是任佳伦和李兰迪头发那段 那死初和天下每一个欠揍的哥哥一样一样的 我集体过来揍 你看吧 想在花絮里找点糖吃 结果仿佛看了一段相声 因为剧情,李兰迪需要咬任佳伦的手 本来应该是非常暧昧的氛围 结果一看现场 这不就是两个幼稚园大班小学机抢糖吃 别看任佳伦老欺负兰迪妹妹 有时候李兰迪腹黑起来 国超也只有吃饼的份儿 这个荡秋千的画面看起来是多么岁月静好 没想到下一秒李兰迪差点把任佳伦给扔出去 因为剧里都是各种暗绰绰的糖 李兰迪和任佳伦喜提偷感夫妇称号 这不当任佳伦被观众贴脸开大的时候 还不忘拉踩一下男二号徐正希 没太把注意力放在这儿 因为我们就是正常的完成了一些 可能不让陪演 或不让别人发掘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而完成我们之间的一些戏 但没想到被大家这么的关注和这么的 可以看得出来 两人在剧组里打下了坚固的革命友谊 在剧外任佳伦和李兰迪简直是喜剧人上身 当他们玩你有我没有游戏的时候 任佳伦一句 我爸是我妈的老公 让在场的人直接笑出残眼 在录演活动中 两人还被要求一起跳喵喵舞 这可到了任佳伦的舒适区 就是跳完还有点羞耻是怎么回事 虽然李兰迪比任佳伦要小好几岁 但是两人第一次合作拍戏 还是非常顺利的 任佳伦在采访中还不忘表达对兰迪妹妹的欣赏 你演得非常的木戏非常的吸引人 她就是一个非常善良自由的这么一个女生 很幸运的一件事就可以和兰迪一块演 你问我怎么演 我觉得配合得很好 就是默契 对默契 结果李兰迪反手赠送人家伦一套表情包 用的还是我们当红你明显露伦 兰迪妹妹直接在现场开始表演 这是一点形象都不在乎啊 做的表情包 表情包 什么表情包 给你做了一个露伦的那个 这个确实 我也没想到怎么对你 好好好 别演了别演了 其实李兰迪也深知 作为前辈的任佳伦帮助了她很多 因为任佳伦在片场各种搞怪 使得大家的工作氛围十分快乐 但其实任佳伦的压力是最大的 我超你真的 把快乐留给别人 把压力留给自己 超哥是特别特别为我着急的 而且他其实他也很累 就是他在现场 我感觉他会顾及到大家的情绪 一直就是 可能看到大家累了啊 就会逗大家开心 不得不说 古偶腹黑男主就是任佳伦的舒适趣 虽然大部分都把观众虐得死去活来 国超表示 喜欢咱就接 这下就不得不提一下 任佳伦和彭小冉强强联合的 虐心大剧凤凰台上 好了 这下不用争 东宫和周生如果谁更虐了 反正虐的是我啊